三條橡皮筋一片醫療口罩 就能達到N95口罩的密合效果 影片在網路瘋傳引發討論 究竟是真的還是假的 記者實際示範給大家看 可以看到橡皮筋在臉上 其實是很難固定的 而且耳朵也被勒得很緊 就連鼻子也是被壓平很難呼吸 只要身體動一動 橡皮筋就很容易滑落 不會戴長久 而且弄這個也不太衛生了 就是你會碰到口罩的表面 在街上喝飲料什麼都會很不方便 就先要把橡皮筋拿出來這樣子 所以那個過濾效果應該是完全沒有用的 因為它不會改變那個物料本身 統整以上結果 雖然利用三條橡皮筋 可以自製出像N95的口罩 容易勒太緊不舒服 橡皮筋容易位移 根本無法久戴 甚至會破壞原本口罩的形狀 至於是否達到N95口罩的效果 專家怎麼說 這裡面的一般來說 它裡面用的這個龍噴不織布是比較考舊的 它的纖維可能是比較細的 效果比較好的 綠材變少之後 剩下這些再過濾 那這樣的話你的主抗反而會增加 因為它辛苦的綠材比較少 那過濾效率也比較差 待了真的太久的話說不定耳朵就掉了 雖然利用橡皮筋塑造成類似N95口罩 讓人以為密合度更高 但其實兩種口罩根本的材料大有不同 網路影片創意無限 但並未經過證實可能一個不小心 還會弄巧成拙 記得 我是謝文翔 鄭小璇台北報導